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身邊有詩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錄影時間是7月2日下午 剛剛過了半年結 浩德倫,上半年恆子走勢比較波動 似乎是先高後低的走勢 你有甚麼回顧及檢討,上半年資本市場表現是怎樣 今年2021年,頭半年 一開始,勢頭不錯 去年初期疫情,到中後段因為放水 到年尾時,市場表現比較輕旺 當時,人民幣也很強,有排紅的概念 很多錢都在購入大陸的資產 香港都受惠,國內的資金都在香港 港股在2月中的時間 差不多是農曆年 見了高位,然後掉頭回落 當時,最主要的原因 大家現在都明白 大家覺得在經濟復甦的大前提下 大家開始擔心有一個通脹危機 通脹出現,大家怕會加息 亦有機會有收水 所以,由2月份開始,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去年比較暢旺的新經濟相關板塊 其實,手壓得比較強 一部份的資金,就留在傳統經濟的板塊當中 在第二季度,都是不停地在兜兜轉轉 指數,屬於高位之後,都是在這段時間28000,200,900,000 大家對雲觀前景,有時心大心小 錢仍然相關很多 但市場信心較差 整體上半年,港股卻是輕微上升 A股,亦較弱 美股在這段時間,經歷了調整後,暫時偏強一點 這是上半年,整體股市情況的走勢 在地產方面,反而表現得很多 在某種程度上,考慮不在香港投資的因素,例如地產或不動產 當然,與香港長遠的發展看好 人們才願意購買靈活性,相對低的不動產 從地產方面的看法,在高位好彈增持,方向不明確的情況下 最近突然突破,有些人甚至說蓄勢待發 在地產投資,考慮的因素及股市,都有類似的地方 要看整體政治上的穩定性,經濟前景 尤其是香港過去的時間,擔心香港在外國的制裁下 有些優惠待遇,被撤銷 有部份扮演的角色,可能不能扮演 整個香港,前景都蒙上了陰影 所以,投資不動產,風險很大 加上香港還說,有移民潮、放貨、套餐、樓價 應該壓力很大 不動產所受到的壓力,比相對好的股票更大 但我發覺香港的地產,距離高位,只剩下1% 如果猜物業股價儲的數字,會超過 沒有理由,地產比股市更好 而且股市已經不是純粹香港,亦是內地的股市 香港的地產,我看第三季 突破新高的機會很大 但香港的股市,這個水平 去年至今,是28,000、29,000橫行 但生建三萬點,是很多年之前 在2007年,已經三萬多點 現在十多年,毫無尊重 有些波幅 沒有聲譜 我嘗試用資金層面,去解釋一下 有幫大家了解 香港的房地產,大部份資金來源,都是本土資金的 雖然近幾年,在香港蓬萊祖國的交往比較多 大陸人來香港買樓 本土資金也有很多 雖然有來有往,但聚焦在香港本地的資金量是高的 香港的股票,有點像澳門的倒桌 澳門人的收入增加,未必能將澳門的博彩業收入增加 大部份去澳門賭錢的人,是中國大陸的同胞 正如在香港的股票市場 本土資金,佔港股的成交率,可能只有兩至三成 大部份的資金,部份都是歐美國家 部份大家見到,在國內的北水 北水,每天見到聯交所出來的統計,都有兩至三成 由於本土資金佔,整個港股交易的比例不高 所以,與本土經濟的關聯度,或與本港的房地產的走勢 會出現一個比較不同 當然,它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股票資金的資金,可以進出比較快 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將來,要想辦法在政府層面,去解決香港的股市才會好 香港的股市,其實現在不單是服務香港自己的公司 要上市、要摘資 而我們服務的對象,是中國發展起來的新興行業 這些行業,其實在整個中國生意規模,是很嚴重的 他們來香港摘資 香港資金池,來一次就摘一筆 來一次就摘一筆 所以,香港為國內的企業上市,不斷輸送 輸送一個巨無霸,要支持的股市 但是,在大陸的資金,不方便下來支持香港的股市 所以,同樣的股票,在A股上市的價錢,比在H股上市高 因為A股,可以取得全國資金支援 港股,只能取得香港資金,或少部份內地資金支援 使得香港股市的價格,得不到經濟體系的資金支援 我認為香港股市,應該是讓大陸的資金支援 自由進出 自由,但現時不斷輸送 起碼是閉環,困在大陸的資金支援 如果這個限額提高,香港的股市 起碼要令香港同一間公司的股價,香港及內地 很接近 這就是,放多少水的衡量標準 逢香港股市,比大陸同一間公司的股價還便宜 繼續增加放水 聽到很開心 當然 香港股市,會更好 否則,結構性地,沒有那麼多資金下來 你真是去不到別人的位置 這是比較複雜的行內分析 可能股票也傳流通,才會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陳小雅先生說一個很重要 即使北水可以南下 如果北水只買香港樓,不怕 北水大,買香港樓,一定會買起 現在香港的股市,全中國的股票 只有香港一個城市去支持 股市的市值,應該高於香港樓的市值 香港整體股票的市場,比香港本土的市值大 我去年計算的,房地產總價值大約是2萬億 3、4萬億起碼 可能只是計算住宅,還要計算工商店 但股市,當然比香港房地產更大 大陸的銀行、大陸的房地產總價值大約 大家的比較尺度是不同的 還有一個迷思 剛才我們提及香港股票 很多都提及過,今年A股表現得一半 A股有內地資金支持,但仍然突破不到2008年高位 反而美國經濟,明顯比內地差,不斷地創新 浩德,你如何解釋這個迷思 這個反而更加容易解釋 美國現在聯儲局,印度是8萬億 最新的資產 印度,我們好像都說過 現在每個月,聯儲局放1,200億 大家都怕它收水 如果大家有觀察現象,這兩個月,錢是倒館到美國聯儲局 因為他們的逆回購 過去兩個月,市場有3-4千億的資金 透過紐約聯邦儲備局,放回聯儲局收息 所以美國那邊,雖然經濟未必好似 如果同步,中國大陸不舒適 中國大陸始終對流動性的看法,與美國很不同 他們已經回不了頭 國內,似乎是刻意不走那條路 他還批評美國,放水放得太多 是穀起的股市 我相信,中國現在對金融的安全性 是看得很緊張的 他們想著,西方會找機會煮一煲 所以,他們不想泡沫升得太大 我參考上一次,比較大的金融危機 就是2008年 如果大家記得,當日是2008年 次案危機 風眼,其實就是美國的 他們亂印錢,亂派錢 很多金融產品,令房地產過熱 出現問題 當時中國大陸,本身沒有直接影響 當時,為了整個金融環境市場的情況 當時大陸出現4萬億 現在我們看法,數目很小 4萬億人民幣 當時,是一個很大量的政策支持 中央4萬億,地方政府可能會發佈多一點 有一個所謂的倍增效應 當時,外面有問題,中國大陸都有幫忙 我個人解讀,今次大陸政府在公開床上提及 現今很多國家,透過印鈴指的方式去支撐 其實是有問題 今次中國未必想買單 我相信,是有一點想彎道超車 大家明白,金融危機再次出現的時間 如果能夠有一定的防守力 可能在國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企業 關於金融危機,或是防守性 近來有傳,國內有些債務會出現問題 我們錄影時,股市跌了差不多500多點 浩德或施生認為,市場全是蘇寧會出現問題 恆大亦有機會再出現問題 內地的負債公司,是否會構成一些風險 或是地方,或是中央政府,會否出手救他們 我簡單地說 當然,國別公司比較詳細地去分析 不過,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過往這十多年,中國大陸出現債務不停膨脹 外面媒體經濟經濟經濟發展 就是,看到負債比例相對於GDP高 事實上,有一段時間 中國以靠投資去拉動經濟,亦出現問題 亦衍生了很多大白漲 近幾年,供給質改革,亦嘗試解決 最近的債務問題 以往,經常出現一個問題 所謂的剛性對付 借錢的人,還不到債務不單止沒事 只要背景夠強 這不是市場化的操作 2018年,國內有一個很大的方向,叫資本新規 希望在不同行業、跨領域等 防止亂借錢,亂做不相關的事件 今年,債務危機開始明顯了 第一,即使國企出事,爺爺爺立下心場 要等待自己處理 不要每次,要阿公幫忙埋單 第二,中國很多債務,都與房地產相關 雲官政策,國內都希望 將內房,經過這麼高年,膨脹得這麼厲害 要適當處理 因為有部份的開發商,經常使用太大事件 我想了,牽涉好說 希望有阿爺去打救 但這件事,對於中國大陸,大家都明顯知道是不健康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的債務,大家比較關注 但事實上,它又不是出現系統性風險 我的解讀是,他們希望借錢的,最重要是自己還 為何人借得這麼厲害,中國市場競爭,很劇烈 而企業家,每個都是鴻圖大志 要一個短時間,爬上世界五十強 要擴大業務,要做得很快 當然,要借錢 所以,他們尤其發展商,是借得很盡 借得很盡,我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例如,銀行會貶值,我能借到,便盡買 買多些資產,增加土地的庫存 持有這些資產,就會增值 將來賣出去,還得到有賺 而且持有越多,享受到資產增值的得益越大 這是大部份發展商,經營的模式 他們透過高流轉、高槓桿 利潤的孖展,不高都會做 一定要流轉得快 以及資產價格上升 現在,中國政府對房地產的價格,卻捏得很緊 即是新鎮,越升得快的地方,卻捏得更緊 發展商,明明可以賣貴一點 因為限價,卻賣不去 本來計算數字,賣了是可以還的 現在相對限制,預算盤未必能打響 所以造成有些發展商 即是,回籠有問題 對,回籠有問題 其實市場不差,但價格不讓你加 因為政府定了三條紅線 很多錢不能借 本來是以債養債 不能以債養債,只靠自己的貸貸 我相信,在某些債務到期時,壓力很大 之前發展商,可能是convertible bonds 到期時,要承諾利益率要給別人 但沒有錢給,當時似乎是地方政府 有人出來,去做一些功夫 號召一下 叫人到期債轉股,或是轉變股 就不用還 好像去年,差不多有些到期的 本來是預收金 大陸公司,資金周轉,計算得很準確 不是很多樓有餘地 突然間有一批錢 叫人家無法收,給你一些股票 有些人說,股票大家談,還是不要賣 何時才好賣 還有這麼熟悉 資金就發不轉 蘇寧,都有這方面的問題 即使現金樓管控得不好的公司,很容易出危險 有些公司,是生意賺錢的 但資金發不轉 發不轉,便會被迫 貴理由借賣,途徑又借賣,最有價值的資產 去解決問題 對公司的經營,造成破壞 這些情況,與現在政府控制房地產的價格 控制債務,不讓債務再上升 是有一定的關係 蘇寧,我不是做過那份生意 例如恆大 他的建築樓能力、效率、賣樓能力 其實是不錯的 只不過是政府的水喉,刪得太實 他就欠兩滴金路 可能某些位置,政府放一放 現在銀行不肯借 根據現有的政策,這些公司是借不到錢的 如果政府是特事特辦 批准轉一轉 雖然說,不應大到不能倒,就不理會 但如果適當時,救他 如果美國聯儲局施以援手,就不會發展到全美國出事 我相信,中國政府會在某些位置做手腳 但是,你又付出代價 因為你不聽黨的話 叫你不要借那麼多 你也借那麼多 現在要我出來,你批准出來 匯豐去救恆生,都要做股東 拿回一部分 國家收回一部分 所以,斯先生似乎對這個問題相對樂觀一點 最後,斯先生 昨天就是黨慶 有些投資者,看主席或相關發表的言論 可能集中在外交或民族方面,少了一些經濟 斯先生,你認為這個會是一個大方向 未來的焦點會向外面 如果是國務院人大開會,當然是談談國家層面 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八周年紀念 他當然是回顧這一百年來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起了甚麼作用 總結他的成績,以那方面為主 我接觸了一些朋友,親西方的,也有不同的朋友 他們就說,港來港去,就是維護黨的領導 將中國共產黨說到典威 典威最主要就是,要鞏固共產黨的權力 我很現實的 你們看問題,就看得太簡單了 以為有一套理念,貫賜下去,就會變成美好新世界 新加坡前總統李光耀,看得比較通透 他說,中國一個龐大的國家 有這麼多民族 是一個很複雜的政治體制 亦是一個很複雜的時空環境 歷史上,中央強時,中國才出現天下大治的形勢 如果中央弱,中國會四分五裂 人民流離失所 所以他認為,有一個強的中央,是中國發展必需的基礎 因為這麼複雜的體系 你不是普通說,大家選舉就搞定 選舉可能,令到矛盾暴露四分五裂 未必是一個好的方式 所以他認為,一定的威權是必須的 為甚麼呢 中國誰來執政,就不是說,你講得好聽 拿到票就執政 中國歷史上,誰執政都打餐死 而且你沒有一定的謀略、權術、建立自己的班底 你都沒有機會執政 譬如以前,周恩來比毛澤東好 政策比較多人支持 但是,他統領不了黨,在黨內匯聚不到足夠力量 去坐下毛澤東 他唯有做老耳,差點臨尾都被人批凌 所以,政府不能不講權力 你根本沒有權力,你根本沒有機會在中國執政 沒有機會執政,你那套理念多好都沒有用 所以,中國要走哪條路呢 不是這麼理想主義可以走的 現在,我看到中國歷史上 少有的情況,有九千多萬黨員 亦都有一個相對正職認同的環境 令中國有機會打好很多方面的基礎 譬如,基建基礎、普及教育基礎 在科技層面,不是一個環節 大片發展的基礎 這會令到世界的政治角力,出現變化 如果我們用現實的角度,去看中國 其實是變化 亦相對對中國有利 所以,短期股市上落,其實是很少的 我認為,沒有理由中國共產黨 會為了下個月,香港股市 好不好,就說些甚麼 刺激一下它 中國政府怎會理會這些 所以,投資者都不會用股票的角度去思考 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網頁或頻道,多看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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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な 點兒